市長關於萊豬議題 這個部分因為那個中央說 有一些自治條例跟是抵觸中央的 您怎麼看 在整個地方自治條例 定出瘦肉精靈檢出以後 中央也做了一番的解釋 我相信市議會在大家的建議底下 應該會更積極的面對 跟中央所做的法令的解釋不一樣 會提出數限 那這部分我不但建議新北市議會 同時相信議會也會用積極的態度 來面對食安守護新北市民的健康 中央不核定新北市徵定的這個自治條例 來出自治條例的部分 市府這邊也可以提出行政訴訟跟出瘦肉 那我們這邊會做考慮嗎 我想有關市府要做的應有的作為 我們法治局已經在理訂相關的作為 我們一定會有所行動 那目前我們先按照我們既有的 實安治治條例 業者該標示來或不來的業者 一定要做到位 這個部分我們依法來辦事 我們依法去執行 我們守護新北市民的健康一定努力以行 台中市政府的自治條例已經執行三年 這是市民所希望的一個守護史安的條例 那過去三年執行的績效很好 那麼也因此呢中央要放水 我們不會放水 我們會繼續加強查驗 繼續加強的處分 那也因此如果有這個 還有埃克多巴胺和瘦肉精等的話 我們都會依法處理 那麼譬如說標示不實 或者是沒有標示等等之類的 我們通通會處分 那另外呢我們也會公佈 我們也會今年開始會進行公佈 把這個如果一旦查查有的話 就會把它公佈出來 我想店家也會不好受 那麼也因此呢我們希望 繼續維持過去台中市 過去三年執行這個績效 我們不希望 我們不希望 還有萊克多巴胺和瘦肉精的 這些肉品進到台中市 那希望大家共同的配合 我們會強力的這個查查 我們也會堅持維護市民的史安 我們不會放水 我們也不會妥協 我們也不會退縮 中立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